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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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term meditation 嗯 大家好 这是彼得 那冥想和正见这两个词 过去几年里面在网上真的是越来越火了 练习冥想的人数以及冥想方面的研究 也在过去15年内呈现一个井喷的趋势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先让我了解一下你们对冥想的了解程度 没有听说过的打1 如果你听说过那就打2 如果你有练习过或者正在练习的 可以在弹幕里面打3 在我们这个学期上的医学心理学中 也提到了正念冥想是认知行为治疗的重要方法 可以辅助比如说进食障碍睡眠障碍等的治疗 那因为我在过去比较焦虑的时候 也试着用冥想缓解一些情绪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好东西 那如果你在四六集出分之后 有一些焦虑的话也可以往下看 那今天呢我想用三个方面跟你聊一聊冥想 我今天穿的这个也挺应景的 那分别是冥想的起源 冥想有哪些好处 比如说你可以在什么情况下应用冥想 以及怎么样简单的开始第一次的冥想 那我也会有一些资源附在最后 那冥想的起源呢 在许多阿拉伯 东亚以及印度的宗教中都有所设计 它的历史呢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 当然在不同的地方 它的名字也不一样 它可以叫做禅呀 打坐呀 练功呀 还有各种各样从别的宗教来 还没有翻译出来奇奇怪怪的名字 我看了都有点头疼 那我们最初提到的正念冥想 也是冥想最主流的分支之一 我们平时所说的禅也是正念冥想中的一种 那在我们一般的认知里面呢 常年修行的人都会豁达心境一些 比如说这些高森 那冥想是不是能够让你脾气更好呢 现代科学实验的答案是是的 那David Destano等人 我们等会叫做阿德哥 这名字也很复杂 发现呢 在冥想训练之后 面对同样的挑衅 受试者的过激行为得到了缓解 那这个实验是怎么做呢 首先它肯定不是说 让大家冥想完了以后 然后发问卷问说 你进了吗 你进了吗 你进了 那肯定不可能啊 给大家粗略的讲一讲这个实验的过程 因为最近这个补课管的有点严 我们阿德哥呢 就设计了一个三步走的实验 他找了一群18到24岁的受试者 那就是我 大概我这个年纪啊 可能你也差不多 跟他们说 我们要验证思维训练 对于认知能力的影响 随机分出一半人 每天冥想15分钟 一共三个礼拜 剩下一半人呢 就是每天做一些思维题目 我估计这些都是大学生啊 因为他说的补贴之一呢 就是课程学分 不知道大家学校有没有这种啊 就我们学校管院 我们经常就是要做一些问卷 然后找一些志愿者 大概给个三五十块钱呢 那你说 要是给学分 比如说啊 跟你说 三个礼拜 每天冥想15分钟 给你五分的A 你干不干 我第一个干了 别说三个礼拜 三个月 三个礼拜 我学分拿的亏心 三个月 每天15个小时冥想 我都可以 我们也够正传啊 三个礼拜后呢 就让这些学生回来 为了不让他们猜疑呢 先让他们做了一个经典的认知实验 叫做Stroop实验 这个大家名字虽然不熟悉 但是内容大家都很熟了 就是拿蓝色的字写红色 然后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颜色的 接下来呢 就是真正的实验了 阿德哥呢 让这些受试学生啊 对着电脑讲两分钟自己的未来规划 说是什么语言测试 这个听起来呢 就有点像托福口语测试一样的 但是呢 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喷子的视频 不管这个学生演讲怎么样 都会放这个 就是对学生挑衅 你们这个视频就铁垃圾 浪费我两分钟生命 那学生一听就疯了 就我来拿学分的 你怎么辱骂我的人格呢 那怎么去判断学生 受到挑衅之后的过激反应呢 我们阿德哥设计了个味觉实验 让这些学生啊 给我们的这个喷子 准备一份秘制调料 在事先告诉学生 这个喷子很害怕吃辣的时候呢 给他们可以选的是辣椒酱 巧克力酱 和柠檬粉 那学生一听都乐了 我得好好让你这个牛马尝尝我的厉害 那最后的实验结果呢 是平均来说 做过冥想实验的学生 在这个蜜汁酱料里面 放了大概三克的辣酱 没有做过冥想实验的学生 在里面放了七克左右的辣酱 那因为这些学生的认知能力 没有明显的差异 并且感受到的愤怒是一样的 我们的阿德哥就认为 冥想者在接受挑衅的情况下 有更强的同理性 那其实呢 关于冥想的研究 最主要出现的关键词是 抑郁 情绪 接受 压力 疼痛 和健康方面 那冥想和冥想认知治疗 都被认为可以缓解青少年 和成人的抑郁症 Bassam等人的综数 寻取了29项的研究 分析认为 冥想疗法在缓解压力 缓解焦虑 抑郁 和紧张情绪方面 都有一定的舒缓作用 此外呢 对于缓解各种诱因下 产生的慢性疼痛 都有一定的效果 它的作用机制 大概分为四个方面 调节注意力 调节你的身体感知 调节情绪 以及对于自我观念的一个转变 那么最近发现了影像学的证据 也可以佐证这些行为学上的改变 简单的说就是 你的大脑确实会产生一些变化 功能成像发现 和这个注意力调节 情绪相关的前扣带皮层 和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有增加 与情绪处理相关的导致活动 也会有增加 并且长期冥想呢 可以增加大脑部分区域灰制的密度 当然了 这些实验不是十全十美的 因为冥想的难度 跟投入程度 肯定是因人而异的 所有的考察量表 也都有主观的因素 并且有效程度也是不尽相同 那冥想对你来说 有没有用 有多大的用 都要等到你自己亲身体验之后 才会有一个结论 对于我自己来说 冥想缓解焦虑 跟帮助我投入专注学习的效果 是比较好的 那大家肯定在想 我都讲了这么多了 这么多好处都知道了 那怎么开始呢 那虽然说冥想 如果你想到大师级别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上手却是非常简单的 一般来说呢 你可以找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比如说你的卧室 或者说你的客厅 你的书房都可以 找一个你比较舒服的方式 坐下来 不是说要像高森一样 盘着腿 然后坐着鼻挺 然后这样子 会麻的 然后呢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 感受这个气流 从你的鼻腔 通过你的气道 一直下去的感觉 包括你胸腔腹腔的起伏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闭起你的眼睛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技术 来帮助自己保持这个注意力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 又走到其他事情上 比如说周围的一些环境 或者说是你下个礼拜 要吃的一些东西上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只要慢慢的 把注意力拉回来就可以了 第一次冥想的时间呢 不用太长 三到五分钟 都是非常不错的时间 对于你的第一次冥想 我会推荐大家 使用引导式的冥想 一般都是音频 这样会觉得有手足无措的感觉 并且有一个陪伴的声音 还挺好的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源 会放在评论区 供大家参考 比如说你们可以去找一些免费的播客 有Meditation Oasis The Mindful Minute The One Mind 都是非常不错 可以用来入门的一些资源 那如果你们比较喜欢软件的话呢 也有Calm Headspace 如果是中文好像潮汐还不错 其实软件一般都有7到10天的试用 基本上用作入门也都已经足够 看看自己是不是喜欢 但是记得要退订啊 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些都太麻烦了 我还整理了一些打包的音频资源 放在评论区 大家下载就好 听到这里 大家对于冥想 都应该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 对于怎么冥想也应该有了一些头绪 因为我自己之前的冥想 都是在很焦虑的时候 间断性的进行的 也没有尝试过很长时间的冥想 我也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连续冥想14天 看看有什么改变 我也会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订阅了看一下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就要进入尾声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可以选择点赞 投币收藏 如果你特别喜欢今天的视频 也可以选择关注我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这里是彼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